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样的时候上去 然后进到他家偷东西的时候方便一点 特别在唇上的时候出那个羊毛 现在有果蜜 嘴身上有果蜜 这一挂风树枝赶那扫呀扫呀扫 然后就把这扫 它还不是一次性扫下来的 它是扫到一半挂到那 然后天天赶着哭啥哭啥 哭啥的心焦了晃 河南省新安县慈建镇 寒压社区的居民韩帅帅和邻居们 多年来一直被家门口的十几棵羊树困扰着 来 进来 杨树已经危及到韩帅帅和邻居们的房屋安全 他希望栏目组能帮帮他们解决砍树这个难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乡里乡亲 屏幕上的这位骑在树和院墙中间的人 就是河南省新安县慈建镇寒压社区的居民韩帅帅 从照片当中能看得出来 这树离他家特别近 韩帅帅说了他家院墙外 有杨树和抛桶树一共有十二棵 北方人都知道一到春天 那个杨树到处乱飞让人很头疼 老人孩子很容易因为这个过敏 引发哮喘等一系列的呼吸道疾病 韩帅帅家房前屋后的这些杨树 已经成了他的心病了 这些树究竟是谁家的 怎么就种在了他家这房子的边上了呢 我们的边岛赶往了寒压社区去实地了解情况 河南省新安县慈建镇寒压社区 原本是一个居住着三千多人的大村落 随着附近洛新开发区建设步伐的加快 村里的土地被征用了五百亩 占到村自由土地的三分之二 2012年寒压村也改制更名为寒压社区 边岛在寒压社区最西边的一家机械加工厂附近 找到了韩帅帅的家 这边的树里的厂物多几 这是大家能看到树底下的东西 韩帅帅帅带着边岛一起来到他家院墙外的 一棵高大粗壮的成年杨树边 实测这棵树离他家院墙的距离 你看这棵树里的栽底里有多几 我这样的上去 然后进到他家吐东西之后方便一点 韩帅帅家南墙根边的这棵杨树 还紧挨着前院邻居李肃林家的东院墙 刮风下雨 包括它起了这杨树帽 影响到外面的正常生活 韩帅帅说 每年一到春天 杨树就到处乱飞 家里家外都是杨树 大人孩子不厌其烦 而且经常因为杨树 导致呼吸困难 身体难受 春天的杨树让韩帅一家老小很是难受 夏秋两季的落叶也让他们十分头疼 甚至还影响到了房前屋后的邻居 甚至还影响到了房前屋后的邻里关系 都在照顾我几次 除了杨树和落叶这些烦心事 韩帅帅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地底下不断生长的杨树根 因为杨树根系发达 树根已经伸到他家的地基里面 韩帅帅担心自己家的院墙有一天 会被这些杨树根给撑开 听到编岛的到来 韩帅帅后院邻居聂聂平赶紧联系我们 希望也能到他家看看 编岛刚来到聂平家 聂平和他的儿媳就向编导诉说起 这些杨树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各种烦恼 来 您看一下这个铁皮 这一挂封树枝在那扫呀扫呀扫 它还不是一次用扫下来的 它是扫到一半挂到那 然后天天在那哭啥哭啥 哭啥的心焦了晃 然后现在是这好不容易下来了 下来了咋主人算谁的 这羊毛嘛挂全都是 跟随女神让孩子会挂面椅子 都出现各种 聂平一家也认为 正是因为院子外这些杨树的存在 他们的生活 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当中 还裂放的难解 编导对聂平家院外的这棵 和成年杨树进行测量 实测结果显示 树身距离院墙 直线距离是2米 韩帅帅前院邻居李肃玲得知我们的到来 中午特意从工厂请假赶回家 一见到边倒 他就开始倒苦水 现在你看树根 里头已经有 这树根里头 最好树打着头 已经五六米远 现在树根都已经行哪里 行哪里拿着树根这样的 这别人是水泥搭着 水泥搭着 水泥搭着已经行哪里拿着 有将近快十零米远 你说当那房子根就要低下 我跟那房子别他咋办 除了抱怨杨树根 给自家房子带来的潜在危险 李肃玲的烦恼 和几位邻居们一样多 我也开始乘梁上去 扫平方 他有点就是说 就乘上这 白毛毛 萝莉根 白底盘一样 就是说 我那么个孙女都回家住 到那村上去 都是身上 皮肤国民 大医院一看 人家说是 这是扎牙 这羊手 羊毛毛 对羊毛毛 国民 我台阳弄高度 山路上 他说就不拿着去 给我呢 平方的他台阳弄的罐子 不拿是机会 我光背着皮 那是台阳弄 背着花都是去 现在台阳弄还不能有 韩帅帅 聂平和李肃林三家 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诉说 这些杨树给他们带来的烦恼 他们说 十几年来 为了杨树的事 跟树的主人一家两代进行协商 却一直没能砍掉这些树 已经可以有十几年 现在张康大树有十几年 光我照他呀 除了不止三五米 原来 这些树是十几年前 海鸦村村民党恩昭 种在自己家的承包土地上的 当初是用作防护林 近年来 随着河南省洛新开发区的建设 党家这片承包土地 也被开发区征用 但党家的十二棵树 却留了下来 而周边土地 也慢慢变成了民用宅基地 韩帅帅 聂平和李肃林三家的宅基地 后来就被分到了这里 党家也在李肃林家的前院修建了住宅 李肃林说 在大家建房之初 党恩昭曾答应邻居们砍掉这些树 然而不久他却病逝了 砍树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以不 光找他 他那里党严格 找我几次 就找他那党恩的 他找他们 找党恩家 他修理 都信他说 看信出的都说 光信出的现在都信 就是说我去 不是信一回两回 党恩昭过世后 邻居们只能找他的儿子 党亚伦和党亚哥 以及其他亲属继续沟通砍树的事 然而此后 党家就一直回避 拒绝回应砍树的事情 欢迎回来 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三张照片 这三张分别是求助人 韩帅帅 聂平 李肃林三家的外院墙 和阳树间的距离 明显能看得出来 这些树 距离三家住宅 特别近 这种阳树俗称叫白毛羊 适应性墙 皮是长得快 三五年就能从一棵小树苗 长成十几米高的参天大树 因为这白毛羊春天飘阳絮 下丘两季有落叶 根系还特发达 对附近房屋的地基有破坏性 所以这些阳树 它不但给几户居民的生活 带来了一些麻烦 而且给几户居民的居住安全 也带来了一些隐患 所以说几户居民要求要砍树 这是有合理性的 那话说当初树的主人 已经答应砍树了 为什么他的儿子们却拒绝正面的回应砍树的这事呢 我们的编导决定去找党家老二党亚哥一探其中的原委 很快编导就在党亚哥家门前见到了他 党亚哥说 1995年父亲带着他和哥哥党亚伦一起种下这些杨树和铜树 二十多年来他亲眼目睹一棵棵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 这些树伴随他一起长大 他对这些树充满了感情 尽管自己家的第一被征用 但是留下的这十几棵树 是不是然后这个树应该锯掉 我不愿意把这一点点想脸全部都磨灭掉 问及党亚哥父亲曾经答应砍树一事 党亚哥对此做了回应 因为砍伐数目的补偿款 邻居们和党家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党家便不再愿意回应 砍树的事 后来中间来说还是认为这个树 不算影响到他们 所以也没有接受他们的条件 就是一直现在带这个人无限去托 为了求证党亚哥所说的经济补偿一事 编导再次来到邻居李素玲家 李素玲说出了他的想法 他这疫情是 中树留 开发区已经中树留 却也配他留 对不对 李素玲认为 这片土地既然当年被开发区征用 那么地上的这些树也应该同时被征收了 居民们现在要求砍树 就不应该再支付党家额外的费用 正因为双方对经济补偿的事谈不拢 所以砍树的事也就一直无法落实解决 原本和睦相处的邻里之间 也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亲近 前面的话就不再很寒险那种 也不打招呼了 也就是直接遗言都撒过去了 对方又不存在 一直就是没话可谈 只要是他提到出树这一回 我们就不能继续下去 都没有预言可以沟通交流的 当亚哥说 既然邻居们对砍树补偿款一事缺乏诚意 砍树的事自然也就没得商量 他对邻里关系的恶化并不在意 而李素玲等三家邻居 为了砍树的事 只能多次找寒压社区据委会投诉 党亚哥认为这些树是自己家的财产 不仅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更多的 还有情感上的寄托 这怎么能说砍就砍呢 但是邻居们却认为 你土地都被征用了 树肯定也就不属于党家了 既然现在影响了大家的生活 那就应该无条件的砍掉 双方说的好像都有一定道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 北京市银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 黄律人您好 主持人好 接下来呢就请您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些树的问题 您看啊 党亚哥家的土地已经被征用了 那这些树的归属权 到底应该是属于谁呢 一般来说呀 我们在征用土地的时候 对于地上的这些房屋啊树木 价值比较高的这些财物 肯定是一块进行征收的 也就是说当初征收的时候呢 应当是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相应的补偿 当然了年代久远嘛 也不排除在咱们目前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呢 存在着对树木没有进行补偿 或者说当年树木的价值可能比较低 大家都没把它当个事儿 就没把它作为一个单独补偿项目的情况 但原则上来说啊 土地已经被征收了 那么土地上面的树木所有权 显然应该跟土地是一体的 同样被征收了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 本案当中的这些树 到底能不能砍呢 其实咱们国家 对于砍树的规定啊 还是比较多的啊 有一些要看树木本身的性质 比如说像防风林 这肯定是不能砍的 另外呢 即便是你自家种植的树木 要砍伐的时候 原则上也都是要去办伐木的 这些许可证的 有一个例外情况 就是对于农村土地上 这种房前屋后的 归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 如果确实出现了 像对我们的住宅有一些影响 进行砍伐 是不需要办相应的许可的 所以眼下的案例当中啊 砍树 应该说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障碍 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砍呢 严格来说呀 既然土地已经被征用了 那其上的树木呢 所有权也应该是征用方的 涉及砍树的问题 肯定得跟人家征用方先协商 那么当年党家说 土地上的树 你是没给我补偿也好 是没给我补偿到位也好 其实应该是他们 跟征收方之间的一个关系 当然了 街里街坊的嘛 咱们处理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呢 也不用这么机械 严格的按照法律来办呢 事情可能很难推动 我觉得大家倒不如啊 相互协商各让一步 更有利于眼下这个问题的解决 如果上纲上线的说 一定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 是谁必须给谁钱的话 可能这个问题 还会出现长期的搁置 没法推动 黄律师刚才说了 这土地性质呢 已经发生变更了 这些树的所属权 已经归征地方所有了 所以即便党亚哥坚持己见 这树啊恐怕还是得砍的 既然邻居们多次找到 寒压社区居民委员会 去要求调解 那社区居民委员会 究竟是什么意见 他们又是怎样来调解 这起纠纷的呢 我们的编导啊 决定前往寒压社区居民委员会 去一探究竟 编导在寒压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办公室 见到了寒压社区 总支部书记 兼居民委员会主任 党首例 他介绍了这起砍树纠纷 之所以拖延了 十几年时间的主要原因 大阪是23年左右 因为那时候是 远区南岸区整顶 遗留下来人气 那时候整顶那个时候 它是那个树销 大家都不注意 也都不在意 后来这些年 长了长了长成大树 长成大树 前选它的网上有个长 有个长的个树 现在很难说 党首例说 当年正用党家土地的开发区 是否就这些树 给过党家补偿款 因为年代久远 且涉及到村改社区 如今的寒压社区 巨委会成员 以及党支部成员 对当年的树木 征收补偿款一事 都无从知晓 砍兽纠纷 一直没能解决 如今也成了党首例的心病 必须给它解决点 因为这点 你看着这次消失 如果再拖时间 还把演变成大事 因为确实我们去看了 确实影响了 人家那几家 房子的基础 转部成立有着明条委员会 通过明条委员会来 给它计价搅到一窟 来推薪致富 逐步逐步 把这原因保护出来 必须把他们的真实想法问出来 咱才能逐步 给它水消化掉 党首例介绍 目前由寒压社区 明条委员会的党力捐调解员 重点负责这起砍述纠纷的调解工作 而砍树仪式也已经有了些眉目 编导随后 在寒压社区 人民桥节委员会办公室 见到了调解员党丽娟 这件案例呢 就是我也查资料 我也砍法律 然后我自己思考思考 十项的时间 我这样去解决 去遭当压论 去调解 输死你的 都承认死你的 胆死着 底屁脱底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把输除掉 你要是不除掉 就是保110 你也得除掉 你遭那个政府部门说 你也得除掉 你除输的时候是 分文不给你 你还要除输 调解员党丽娟介绍 他是从2020年1月份 开始接手调解 这起砍树纠纷 为了能让邻居们 不再为杨树的事烦恼 他在党家和邻居们之间 来来回回 做了将近半年的工作 直到4月份 党家和邻居们 终于为砍树的事达成一致 当四次我去劝说 调解亚阁家 我说你树除掉 他说除树 没树人不愿意没 所以要他们即家出钱 当时亚阁要的是多 要的是一千多 然后经过我多次的调解 也说服着三家 让他们一家拿两百块 三家拿六百块钱 你把树给买了 不管你买多少钱 你把树给买了 然后压根说中 韩帅帅和李肃林 聂平三家 最后也一致同意 支付这笔砍树补偿款 为此他们还特意跟党家 签订了砍树协议 然而结果 却并没能让大家如愿以偿 钱给人家聊以后 最起码都有将近半年时间 不见人家采取实际行动 邻居们付了钱以后 这些杨树却还是一直好好的 生长在他们家的院墙边上 他没有除树的原因也就是 树木也排打 也不好除 在那个小租廊里面 扯紧不去 树木抬打 搬运不出来 又牵涉着欠的问题 调解员党力娟解释说 杨树的市场价格一直在下跌 为此党家认为 邻居们支付的砍树补偿款 还是太少 而邻居们却不想再继续掏钱 党家没有接收邻居们支付的费用 他们之间签订的砍树系 自然也就作废 这笔钱也一直由民调委员会保管着 因为现在树太便宜 可以说埋树的人就是不掏欠 都不想去除这树 就是不给我欠 我都不去埋这树 这树太难除了 前世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树 树木纠纷 一直到现在没有结局 编导来到韩鸦社区 已经是2020年11月份 从签订协议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 砍树的是迟迟得不到落实 韩鸦社区总支部书记党首例 也非常着急 他找到社区党支部委员党占民 两个人讨论接下来的具体实施方案 社区总支部书记党首例 和委员党占民商量决定 召集党亚哥 韩帅帅 李肃玲和聂平四家 第二天集体在社区委员会 服务大厅见面 由社区总支部副书记党长喜出面 再次当面协商调解 最后在毕业里的他们的结果 在结果的时候最后 毕业交调都会难上在 中不难 然而第二天傍晚 在海鸦社区剧委会的服务大厅里 前来参加会议的当事人 却只有党亚哥和聂平两个人 党亚哥当即亮明态度 他表示当年邻居们建房时 这些树离他们的房子并不算太近 但是后来随着邻居们的房子 越盖越高 院子越扩越大 这几棵树现在都被邻居们的 院墙给夹在了中间 他指出 既然邻居们私自占地一事 一直没人管 他也要坚决保住自家的这些树 聂平则认为 双方既然之前已经签订了协议 党家就应该立刻着手砍述 正常的尴尬气氛 圆群不如建立 人都不吵起都不要吵起 就是说双方喝喝梦 说说不着手处理了 党亚哥很快转移话题 说起邻居李肃林家盖的厕所 对他哥党亚伦家有影响这件事 社区党支部委员党占民 不得不回答党亚哥提出的问题 他的签讯如果是空签讯不需要 就是说他可以说说让他签讯 因为啥 现在你知道咱那筹流 不允许外头捡签讯 不允许外头捡签讯不能捡 随着党亚哥新问题的提出 原本讨论坎树的协商调解会 变成了李肃林家厕所扰民的讨论会 在场的聂平对此也很是无奈 将近一个小时之后 社区总支部副书记党长喜 终于开口给这次会议明确了方向 有现场指导的地方 我可以我还在给你们指导 好吗 你再打打你们现场 在这麦衣服也不要 双方大大麦衣 聂平再次强调 杨树给自己家人带来的各种危害 希望党亚哥能多考虑下邻居们的感受 尽快砍树 在两位干部的轮番劝说下 党亚哥口头表示同意砍树 却没有明确具体的砍树时间 调解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唯一确定下来的 继续由社区民调委员会来落实砍树协议的是 第二天一早 调解员党立娟来到办公室 和社区民调主任党洪涛一起商讨 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两个人商量决定 党立娟先去拜访社区里的老人党跃进 向他了解当年党家土地 被征收时的补偿款等细节情况 62岁的党跃进是云寒鸭村党小组组长 也是如今社区里的长辈 这里的大事小情 他都一清二楚 因为这是开发局征了地以后 他的数字企业来占 企业来占企业当时是影响到企业改车间 通过我跟雅各大门调解过 调解过也是成为在陪他的数字出了 可是最后雅各大门要求的国家 赔上不到位 最后妥妥吃吃不吃 党跃进说 当年征收土地时 党家的树还非常小 所以开发区对于这些树木 并没有进行额外补偿 所以树木成材后 即便影响到了隔壁工厂车间的扩建 也没能让党家砍掉这些树 用啥方法能给他们给他吃吃乐 原来是赔偿不达尾 现在是吃水确实有难度 水价格又低 党跃进还介绍说 因为邻居们的院墙确实 一直在向外扩张 导致砍树和砍伐后的运输 极其不方便 党家确实也很为难 其实我完全运的 车达不到 人我完全抬不动 输来达 现在特别的 这都实际困难 没人卖 没人养 买都卖不掉 困难就该折 叫这几家给亚哥家 处理这出事的费用 迷不达尚实 这还是能够调节成的 做工作下去也有能力 能够这些干活 这是昨年可是九分之四 中 中 好 谢谢你 那走这吧 好 中 那我都做 好 辛苦 党立娟回到办公室后 重新草拟调节方案 我新的方案就是 让这三家 先让初属的 那个汉甩甩甲 年平甲 还有李宿令甲 让他们各自除两百块钱 补足亚伦家的薰食 然后给亚伦家 让亚伦家去做他工作 不管是用啥方法 扎犬面 扎榜种 然后是让他把鼠除掉 调节员党立娟 希望受杨树影响的三家村民 各自再出点钱 补足党家的树木损失 可是邻居们的态度 又会怎么样呢 他决定第二天一早 去三家邻居家中 听听他们的意见 相逢设法 让他们各自都退一步 退一退 嚷一嚷 然后把这事情给搭成卸业 第二天一大早 调节员党立娟先来到村民韩帅帅家 还没等调节员说话 韩帅帅的媳妇就开始抱怨起来 而韩帅帅直接要求 砍树的事 还是按照原来签订的协议执行 新方案看来很难落实 调节员党立娟本来计划走访韩帅 和李肃林聂平三家 然而听完韩帅帅夫妻的抱怨后 她改变了主意 在离开韩帅帅的家后 调节员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大姐 这位大姐也向党立娟倒起了苦水 这位大姐对党家一直不看树的事也是一肚子怨言 这位大姐对于调节员党立娟的台充满期待 甚至给她出谋划策 党立娟深感责任重大 第二天一早 党立娟来到党压哥的超市 再次问起党压哥对砍树的意见 压哥 这是啥压哥 我是来调节调节这树的问题 看看给这树 给你上来上来 能吃给它吃了种不种 调节员党立娟 从杨树给居民生活带来潜在危险为由 再次说服党压哥 党压哥还是坚持不同意砍树 这个问题反正是时间比较长 我一次满污我确定不下来 不是说我也牵涉到 我们也是弟兄好几个 有些事情我也需要一个简单一个去沟通 他们三家我也会去调节 去也会说服他们 最后你们都拎里拎去门前门后 都好合 对 是不是 不是因为这树木一定的问题 这是四处百拐也拐不厚 是不是 对 以前你妈妈说 通议给这树抽掉 这是有啥原因 这是后来没有抽 当时我妈确实是通议 通议当时就是说第一派 她这一家单独在找我妈说 以现金形式 一棵树给大概三百五百这个我挤不准了 等于说当时有三棵或者几棵 当时全是通议说出 但是后来想到后边还有两派 两个领域了 人家是 别人家是给放在旁边也有 每家也有三棵到四棵 两家和起来也有八棵树将近 最后就是如果这边解决的话 那边那几棵树是不是都得给她除掉 也就是说说是从小到大 都说一定一定看着她起来 然后也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权力上 也就是说不愿意 一定给她都一下子给她放弃掉 然后然后就是说既然 既然都解决不好 那就干脆就是说这一次也没有通 没有再就是说去执行这个给树看掉 哦 舍不得出 对对对 还是舍不得这个 党雅各说起当初母亲答应砍树 最后没有砍成的主要理由 调解员党立娟则推心致富地 跟党雅各沟通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如今阳述存在的问题 她指出万一树枝掉落砸伤了邻居 党家得不偿失 她希望最好按照之前几家签的协议来执行 尽快落实砍树事宜 事情要是说开的话 可能咱也能退一步 就是我今天在这 我好比说说一句同怀话 好比说就是说真的 我就当人当一世家给他说 就是说合理给他 给他拒调或者是什么样 就是说一个退 我们有个退后一地也可以 只是说他双方都能应该 心平气和坐下来 不要就是说你说你有理那种 你感觉他对吧 对对对 咱都在这种实在在地办这个事 令调解员党立娟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党雅各很痛快地答应砍树 只是他认为邻居们理所当然的态度 让他很不舒服 他之所以支支不砍树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堵一口气 我去找他三家 再给他们挑街挑街 谈谈这件事性 中不中 好好 辛苦你 那也辛苦 中中 党立娟离开党雅各后 他立刻前往隔壁的加工厂 因为在刚才的沟通过程中 党雅各提到隔壁工厂掉落物的事 提醒了他 工厂的掉落物会给居民的生活 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 也应该要立刻解决 你好 我是咱们汉牙社区 我们是民调商 因为居民有人反映说 咱们房顶上掉下去有铁皮啊 通啊 对居民的安全 然后这是很危险 然后掉到居民的院子里边 还有掉到居民的门口 我来终于谈谈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那个方钉这个 因为它这个树 老枕多树叶 是某所谓的东西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把我们的下局管道给杜舌 党立娟找到工厂负责人后 没想到对方抱怨掉落物 是因为杨树的存在才导致的 我们联系了一家施工队 来给我们修下局道和方钉 检修方钉 检修方钉的时候 他们晚上的工人 没有把这些 这个施工的这些工具呀 这些物质 给即时的给取下来 结果晚上 当天晚上 就起了缝 起了缝 把这些所谓的 什么索料通啊 拆港蛙呀 有些部分东西 就是刮到了咱们居民区 人家的家中了 后来我们即时的 给这个施工单位领导 就联系到 联系完以后 就是要求他们 每天下班 下班以后 把这些所谓的施工工具 施工的这些物质 每天都要下班之间 都要从房顶上去取下来 拿到下班 后来我们给他们 我给他们 这个居民也做 也把这个情况 也给他们说了 这并不是说 他每天都是这样 就有过这一次 调解员党立娟 随后和工厂负责人 达成口头协定 影响工厂生产安全的 杨树尽快砍掉 而工厂也保证今后 不会再有杂物 坠落到居民的院墙内 工厂房顶坠落物 这一威胁居民安全的 隐患得到解决 党立娟很是高兴 既然党压哥已经同意 按照之前的协议砍树 党立娟离开工厂后 当机立断 她决定第二天就砍树 她对这次砍树计划 充满期待 希望能一举解决 困扰了邻居十几年的 砍树问题 党立娟电话通知这几户居民 确定明天下午 召开现场调解会 当场砍树 在调解员党立娟 第二次介入调解 这期纠纷的第五天 下午两点左右 党立娟特意载着 从城里赶回来的聂亭 来到李素玲家门前 党压哥也领着砍树工人赶来 韩帅帅和媳妇儿儿子 都来到了现场 邻居们也是难得凑到一起 大家七嘴八舌 又说起了党家的杨树 对自家生活的影响 这让现场的党压哥脸色很是难看 说这三家书 完整个书 本身完整地都是靠别的 那四年完整书着别的腿 放着折折光 当安门的地 那群是费干成的 完整那书长大 现在发的说 影响到你们 那这个腿是费成的 那书呀 公呀 习呀 租往皮肤炮 反正态度公共 那这个费关 当亚哥越说越激动 越说越生气 本来带着工人前来 准备砍树的他 现在很是恼火 这样的现场 让他明显有些待不下去 然后这个水一天一天长的 对不对 你放着这些 一天 不是一天 肚子一气三次 对不对 肚子通 一次 然后是一往上没有去 去 去上去量 说去喝力 有鱼你不啥关系 我都喊你不啥关系 那你也这么料 你也这么料 对不对 有鱼你不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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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计划 让大家前来见证砍树的 没想到 几乎人家聚到一起后 又开始陷入争吵 现场的火药味 越来越浓 党力娟赶紧制止大家 调解员的一席话 终于让大家安静了下来 党力娟紧接着当众宣读的半年前签订的砍树调解协议书 请汉亚社区面跳威 跳家大乘谢义如下 党业哥家把十几棵样树通树除外 双方大乘一直谢义 双方彼此前来 双方合理克末 然后现在把树除境 尽管党业哥在现场既尴尬又恼火 但是听完协议后 他还是受益工人赶紧砍树 等候多时的工人们早就按捺不住 在同伴的配合下 他们很快攀爬到树上 然而就在工人们准备巨树时 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韩帅帅夫妻俩突然制止工人砍树 甚至赶走了工人 原来是他们看到砍树工人没有大型工具 认为党业哥是假装砍树糊弄他们 看见工人被撵走 党业哥非常生气 他和韩帅帅又为砍树方式和价格的事 吵了起来 你都以前我也不弄 咱后面说韩克也太坦了 对不对 就不是说我皮肋腰子大肆大肆 你现在咋都不弄 你一天把八百就过着 不防止 不防止 总的研究转 是吃了问题 中规节奏就有河河河河 对不对 不要以为这整日一朝一夕 有谁也这么想一夕 不是一朝一夕 一朝一夕 我现在做 今天就给你解决这个 你要再说 我 我 党业哥一气之下领着工人走了 留下现场的邻居们继续心一轮的抱怨 看到眼前的结果 调解员党立娟也十分无奈 书没看成 纠纷仍然在 调解员党立娟也无奈的离开了现场 第二天一早 调解员党立娟刚来到办公室 党亚哥就打来电话 说又来了一波砍树施工队 要党立娟带她谈谈砍树价格 党立娟高兴地答应下来 那想想办法是不是 想办法 想办法 你们成年干这 你们有没有办法 没想到这批工人来到现场 看了树的位置后 却都纷纷摇头不愿接这个活 原来工人们觉得 树被院墙包住了 砍伐难度大 工钱低 干活不划算 失望的党立娟突然想起 前一天下午来现场的那一波工人 她决定先回办公室 问清树木的市场价格 再和砍树队伍们协商 调解员党立娟表示 她可以自掏腰包 在原来谈定的价格上 多加三百块钱 只要工人们第二天一早 能来砍树就行 经过不断的联系和协商 这一次工人们终于愿意 前来砍树 为啥我拿三百块钱 我不愿意让他们再纠纷 再增值 因为他们多次来 遭我的时候 非常的气氛 就是要保110 要大家 要你死我活的那种精狂 所以 这给他们这 给他们这挑截 给他们这解决 给他们这付出一点 这是也是我说理所应当的 又是一个清早 调解员党立娟 兴冲冲地敢往砍树现场 这一次他要亲眼见证 这烦恼了社区居民 十几年的杨树 被除掉的时刻 坎树现场 李素玲和聂平 也早早守候在一边 看着工人们 把第一根树枝拒断 调解员党立娟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聂平和李素玲 也都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困扰他们多年的烦心事 终于得到了解决 砍树纠纷 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被杨树困扰多年的居民中 聂平年纪最大 一贯重视邻里关系的他 在杨树被砍倒之后 他心情最激动 看到社区居民开心的笑容 调解员党立娟十分欣慰 历经十几年的砍树纠纷 终于被解决掉 党立娟感慨颇多 现在看到他们 双方都是这么高兴 这么喜悦 然后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握手 我们也心里非常的 行为 也非常的高兴 这是我们 发自内心深处的这种喜悦 这是为了老百姓 为了居民 为我们村的百姓 解决了一种打烂气 大家看是不是隔着大屏幕 我们都能够感觉到 邻居们的那种喜悦和激动呢 砍树纠纷呢 历时将近二十年 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 就像党压哥最后说的那样 乡里乡亲以和为贵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纠纷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